大家好 我是明星車夜 今天要回覆就是大家 的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當我們的車子在寫完程式之後 需不需要再加裝一個 油門加速器的部分 那我們以 一個車系來講 就是說我們常做的 而且是經驗 也比較多的車種來說 我們就藉由 Eventra 1.6T的 這個部分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先把我們的調校 軟體 打開 打開完之後 我們把原廠程式 把它抓取出來 抓取出來完之後 可以看得到左手邊是 這台車當中我們可以 調教的項目 這個就包含還蠻多的 包含你的 我們需要做一些 比如說關除涵養啦等等 或者是說做一些 調教的動作的時候我們都會用到 左手邊這幾個功能 那我們今天 主要就是說明說 在於那個油門反應 油門反應的話 跟我們的節氣門就是息息相關 我們把它圖字打開看一下 那這時候 這時候這說明的話 就是說當我們的 油門深淺度 上面的話是油門深淺度 下面的話它是屬於 我們的那個 節氣門的開啟角度 節氣門的開啟角度的話 最大值它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所以說 我們在做調整的時候 針對某一些 車輛它有某一定的需求的時候 甚至是在 一般一二階調整的時候 我的部分的話 我是會將 油門反應再 稍微再做一個提升 這樣子 那 至於怎麼提升的狀況之下 我就稍微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選取該有的方塊 然後 按個右鍵 按個右鍵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 OK 我們今天 我們用%來增加 譬如說 好 我要讓它的反應增加3% 我們就調到3 然後按OK 那這個 這個的 就譬如說 你看它整個數字就改變了 當然 整個數字改變的狀況之下 這樣就表示說 我單純 調這一塊的部分的話 我單純就可以讓它的油門反應 讓它解氣門的反應變得更為靈敏更為直接 但是相對的 相對的條件之下 因為 解氣門的角度改變 它的空氣流量也改變了狀況之下 甚至是我們的油跟油壓 甚至是我們說 增壓值等等的 其實這個部分都是息息相關 所以說 在調教軟體過後的車種 如果 你的Tuner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問你的Tuner 就是說 如果是說 這個部分它也有做調整的狀況之下 油門加速器其實可以省略掉的 如果是說 OK 那你今天如果是調教完了 那個 碳視就是 你還覺得 呃 你的 油門反應 很差的狀況之下 那 我們是可以考慮上油門加速器 那但是 就是 重點就是說 呃 你一定要在 你一定要問你的Tuner說 欸 我的油門反應的狀況之下 已經有沒有做一些調整的動作 因為 油門加速器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原理的話 它 也 也都是用片訊號的方式 我們今天 我們已經用 我們今天已經用內寫式的方式去做調整的狀況之下 你反而又加上了一個油門加速器 其實 相對的 它 不是會增加你的反應 它反而會增加你的負擔 甚至是你在油門重踩的時候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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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現 故障馬出來 甚至是鎖壓 但是某一些車系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的 呃 油門反應的部分 它沒有辦法做調整 所以說有 某一些車系的狀況之下 它是需要做 呃 油門加速器安裝的動作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說明的 OK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各位